山頭雖然已經減弱為中台 不過您看他的颱風也依然是清晰可見 甚至有網友就分享在飛機上看到他的本體 網友說是在吉隆坡飛往台北航班上 飛機有刻意避開 不過山頭的速度真的很慢 平均時速10公里以下 就像成人小跑步一般 持續一個島的力量 不管是周邊的高鐵 或者是北京的朝鮮 都沒有對他產生引導 簡單來說 就是山頭雖然幾乎沒有導引氣流 只能靠自己才會原地打轉 前氣象局長鄭明典也說 讓山頭雖然北轉的朝鮮建立起來了 但還是太弱 才會呈現近似滯留狀態 而速度慢也導致他越來越弱 地形干擾加上東北季風南下導致整個環境都不利於山土耳發展 氣象粉磚臺灣颱風論壇天氣特輯更說山土耳登陸之後強度大幅減弱加上地形干擾 而減弱太快又被高空朝鮮丟包接著有東北季風壓制 周四整天持續被臺灣重高山們摧殘像孤魂野鬼卡在臺灣上空直到消散 這也才讓美國日本等模式出現奇形怪狀做法 周邊系統太複雜也沒有決定性力量 讓專家們很難預測就連AI也拿山土耳沒轍 TBS新聞長江慧仙台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